现在风来了我想问你们就是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追他吗 追追追 我们一起去追风吧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面具侠 最新一席的清理山可是骗了我不少的眼泪 赛制非常的残酷只有三四五名学员可以成功晋级 小编也看了最新的排名淘汰里有不少好的学员是蛮可惜的 不过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有实力的 但是目前所有前九的训练生也是蛮危险的 尤其是卡在出大位第九的柳君 所以小编希望喜欢他的人记得每天都去给他助力哦 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海外华人的必备软件 叫做QipFord VPN 这是一款完全免费的APP 我还在中国报看到相关的报导 它可以让你畅通无阻的观看任何大陆的节目 解除视频音乐版权限制 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一键开启加速器就行了 非常值得新来的一款APP 大家有了它还可以观看大陆版的爱奇艺 有更多训练生们的画面 同志可以观看腾讯视频 网易云音乐QQ音乐等等 现在下载还可以领取现金红包 小编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里 方便大家去注册使用哦 那么本期视频将会和大家聊聊柳君在最新主题考核和第二次的排名顺位 在最新的主题考核会有五首歌曲可以选择 但最终的主题曲将会由观众们来为柳君投票选出 每个训练生都要去猜 到底最多观众选给他们的歌曲是哪一首 看来柳君不知觉地就揽上了完男君的凡尔赛 其实柳君说的也是事实 因为他能跳的曲风也是挺多变的 但是他最想去的还是way up和驯化者 他首先就进入了way up的房间 在这里于景天开始要试弄柳君了 通文蜜语了 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一条河在他面前 有个狮子在他后面追着他 他是怎么过河的 没有桥也没有船也不能游过去 都把柳君都给搞懵了 超搞笑的于景天最后还舍不得柳君离开 柳君就开始懊恼了 他的小小步伐好可爱啊 接着他又去了梁森的房间 驯化者又被戏弄了 真的是这个吗 真的真的真的 他们好坏啊都在欺负他 不过这也让柳君多了一些镜头 我喜欢这首歌 我喜欢way up跟驯化者 真的真的是这个 幸好是这一遍 可怜的柳君的美梦破碎了 接着他就踏上旅程 继续寻找属于他的歌曲 你是我的小蜜蜂 你是我的小蜜蜂 希望大家准确力高一些 不要一间一间的进 然后最后五间都进完了 小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完全的神域测到了自己的未来 把综艺效果都给拉满了 最终他去到了他的专属歌曲《竹》 谢谢各位先生制作人 虽然说呢 失误了四次 然后最后来了这首歌 但是非常巧的是 柳君最后才选的《竹》 反而却是王南俊最想要选择的歌曲 而王南俊最终的所属歌曲是《驯化者》 这首歌曲却是柳君想要的歌曲 嗯 这好像是上天在捉弄他们 把他们想要的都给彼此交换了 怀疑人生了吧 本下但这是为什么 哈哈哈 哦 拜拜 不给你闹了 最终柳君所在的组 这组的成员有12人 但最终却只有7人能够登上舞台表演 网友们表示 这组有点难啊 柳君也太惨了吧 因为这组的舞蹈能力比较偏弱一些 又怕其他人不配合 网友们都替柳君感到担心 接着到了中心位的竞选 给大家看看柳君的表演吧 柳君老师整个整个是头发都在颤 轻微的颤抖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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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欢呼让他给整害羞了 害羞害羞 哇 柳君众望所归躲得了中心位 接着到了练习时 果然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整组感觉都不在状态上 本来丽莎很期待这首歌曲 却看到了这样的表演 Lisa还特别点名到了邓孝辞 认为她的排名语实力不符 我们暖暖的柳君还主动帮她说话 所以我看到她 她确实是很积极的有努力在学 但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跟上大家的步伐 柳君真的辛苦了 身体都满身大汗了 却还是一直不停的教其他训练生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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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 你完了 为什么我不烦 快问我 网友们都心疼她了 我们柳君是来成团的好吗 麻烦你给柳君老师结算一下工资 谢谢 那么接着到了练习期间 网友们都发现了邓孝辞不在 但有网友们说她过敏区的医院 但是从镜头看怎么只有9个人 有3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们说如果交了这9人 待会又得另外交纳3人 那也太惨了吧 在这练习的过程中可以看到 柳君一直温柔的教导其他人 就算他们一直做错 柳君也没有发任何脾气 整个组的氛围都非常的好 大家都有说有笑的 说实话 柳君真的是蛮适合组团的 因为他能融入整个团队之中 接着到了第二次的孙位发表 柳君获得了第9名的孙位 卡在最后一名的出道位 再跌多一名就真的前功尽非了 但是我感觉我的位子其实就跟原地踏步一样 一直在第8名第9名左右 我相信我不会止步于此 我会一直努力的提升自己各方面的努力 原地踏步真的是挺无奈的 明明已经尽力了 但百名却一直上不去 冲 谢谢柳君 可以去到你的座位了 好可爱啊 冲 如果喜欢柳君的话 记得每天都给他助力哦 我基本上爱奇艺和大陆爱奇艺都助力起来吧 不求C位出道能够顺利出道就好啦 在视频的最后 也给大家来欣赏柳君的演技能力吧 我告诉你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 都不用风吹 走几步就散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了订阅分享按赞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我外部大爷 我外面 我外面